第34集 送礼也送假的 虽然狼尖白在不停地知道他该怎么用刀 什么时候用平头刀 什么时候用斜头刀 是用大斜头还是用小斜头 但是随着狼尖白的指导 莫小鱼感觉渐渐上手 那些刀只要入手 就好像是长在自己手上似的 粗浅随意 快慢随心 尤其难得的是 莫小鱼也学着狼尖白的样子 不停地放大缩小手机屏幕上 照着真迹的印章照片 寻找着哪怕是一点点的 与众不同的地方 那 看看怎么样 莫小鱼刻好之后 从印床上取下来 递给狼尖白说道 狼尖白接过去看了看 然后又拿起粗纱纸 在印章的面上摩擦了几次 那这样呢 实面就会变得粗糙 能更加多地吸进印泥 印出来的印章 也能显得有一种沧桑感 不是显得那么新 狼尖白不遗余力地 教诲着莫小鱼道 狼尖白拿着同样的宣纸 粘上印泥在上面做实验 一直印了上百枚之后 才感觉到可以了 无论是残存的印泥角度 还是印泥质感 都差不多了 这样印上去 才能让人感到时间很久了 不至于穿帮 让莫小鱼没想到的是啊 狼尖白约人吃饭的地方 居然是上次饥渴心和杜曼雪 吃饭的地方 我上次和这里的老板闹得不愉快 这次千万不要被扔出来啊 莫小鱼跟在狼尖白身后进了大门 依旧是老板的女儿梅云运 在厅堂里等着呢 一号房 狼尖白没有别的废话 直接说了房号 于是 梅云运带着他们 就去了后面小院的一号房 不过呢 梅云运倒是记得莫小鱼 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 进了一号房的房门 莫小鱼发现 屋里啊 已经有一个人在那等着了 赫然就是拜师仪式上见到的师姐 龙又轩 老师来了 快请坐 龙又轩见狼尖白和莫小鱼进来 急忙起身客气道 小鱼 你来得这么早 今天没客吗 狼尖白一边把手里的画作递给龙又轩 一边呢 绕过桌子 坐在了主陪的位置上 莫小鱼心里在想 这狼尖白是要请谁呀 看来龙又轩也不是今天的主角啊 难道是叫龙又轩来陪酒的 这么一想不由的暗骂 狼尖白无耻 龙又轩虽然长得漂亮 但是人家毕竟结婚了 再干这样的事 确实是丧尽天良啊 老师忘了 再过三天才开学呢 不过我们都开始进学校备课了 龙又轩说道 哦 对对对 你看我这脑子啊 哎呀 最近事情比较多 很多事都混了 还有这个混小子的事啊 还没办利索呢 呃 你师伯最近在学校吗 我抽个时间啊 去找他一谈 好久不见了 狼尖白说道 哦 师弟的事还不简单吗 您给师伯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龙又轩笑眯眯的看了一眼 莫小鱼说道 莫小鱼心里一颤 不由的暗暗佩服狼尖白 这个老东西的眼睛真是毒辣 龙又轩这个女人来陪酒 谁好意思不喝啊 只是不知道请来的 到底是什么人物 话虽这么说 但你师伯也说了 该走的过场还是要走的 毕竟院里还有其他的领导嘛 我想也是 就这几天过去看看吧 到时候小鱼入学所需要的材料啊 你帮着弄一下 狼尖白吩咐龙又轩道 没问题 师弟就交给我好了 龙又轩看了眼莫小鱼说道 哎呦 谢谢师姐 谢谢师姐 下次您逛街的时候叫着我啊 我买单 莫小鱼也不是毫无颜色的人 一句话就把龙又轩给逗乐了 心想 这话等于没说呀 我和你什么关系啊 我要你买单 小鱼啊 我的事啊 你抽空还是要跟你哥哥说透 我知道他喜欢字 我呢就从家里拿了符字给他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好不好 在这里不方便 你待会儿啊 带走交给他吧 狼尖白说道 到此 莫小鱼总算是明白了 狼尖白这是在请客送礼 而对象呢就是龙又轩的哥哥 但是龙又轩的哥哥到底是什么管制 狼尖白还得这么送礼啊 这不由的让莫小鱼想起自己和狼尖白曾谈起过 既然那些字画暂时不能完全归还 那就得延迟自己的退休时间 难道他今天是为这事来的吗 想到这里 不由的看了一眼狼尖白 这老家伙藏得够深的 但是心里啊 确实又一惊 这幅字不就是我刚刚临摹的那幅字吗 狼尖白这老家伙 胆子也忒大了 这找人帮忙居然还送假货 我的天哪 万一被人发觉了 这事还能办得成 但是呢这事和自己没关系 自己闭嘴就是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久 龙又轩的哥哥来了 莫小鱼啊 退到了最后的位置 几乎是藏到了门的后面 因为这次送龙又轩的哥哥进来的 不是梅云云 而是梅云云的老爹梅文化 这次又要讨扰梅老板了啊 一个中气十足的中年男人在门外说道 此时龙又轩和狼尖白早已迎到了门外 而莫小鱼也想出去迎接 但是奈何 他们堵在了门口 自己啊 就干脆藏到了门后算了 哎呀龙市长 您这是哪里的话 您来我这里 是给我面子 这么着吧 你们先聊 我亲自下厨 待会儿我再过来 没文化知道人家肯定是有事要谈 所以呢 借口离开了 龙市长 莫小鱼在屋里一听 这唐州市有几个龙市长啊 难道是常务副市长龙顶天 我去 这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罗家给龙家的人圈起来生孩子去了 自己居然在这里遇到了龙顶天 还是狼尖蛮要求的对象 龙市长 哎呀呀 贵客贵客 里面请里面请 狼尖白微笑着把龙市长让进了屋里 龙顶天很警惕 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门后的莫小鱼 于是问道 哎呦 这位是 我新收的一个徒弟 算是关门弟子吧 基础不错 天分也很好 所以就收了 小孩子不懂事 龙市长好 我叫莫小鱼 莫小鱼微微弯腰问候道 要么说呢 社会是最好的大学 莫小鱼在开黑车的时候 交往的都是混社会的人 不得不说啊 交往的人档次低了不少 可是呢 那些人啊 还算是老实人 可是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接触到的都是 姬可心狼尖白这样的精英人群 心眼跟筛子似的 数都数不过来 但是呢 和这些人待久了 莫小鱼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 都有一项过人的本事 那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不管是人是鬼 都能搭上话 八面玲珑的姬可心是这样 老尖俱华的狼尖白 也是这样 看来 清纯端庄的龙又轩 又何尝不是在替他哥哥 招揽所谓的人脉资源呢 看到这里 莫小鱼不由的心里 一阵冰凉 他和这些人比起来 自己连个婴儿都不算 顶多啊 算个细胞